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我是来自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股课的刘欣刘大夫 今天呢 我将为同学们带来课程是 《神经根型颈椎病》 经历了一上午的课程啊 很多同学有点没精神了 我看有个同学还在低头玩手机 小心得颈椎病 那么好 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前几天啊 我的邻居老张给我打来电话 诉说了一下他的苦恼 老张今年40岁 他是一个作家 特殊来讲呢 他是一个网络写手 每天在网上码字的 他跟我说 刘大夫 最近三个月啊 我的颈 肩 一直串着我的右手 大拇指特别疼 同时我的右手拇指还很麻 右胳膊呢 还有点没劲 你说我得了什么病啊 我说 老张啊 你可能是颈椎不太好了 快来找我看看吧 那么 希望我今天的课程讲授 可以让同学们都能掌握 怎么给颈椎不好的人看病 首先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颈椎 我们的脊柱呢 分为颈椎 胸椎 腰椎和底椎 而我们的颈椎就是整个脊柱最靠上的序列 它向上承接我们的颅骨 向下承接我们的胸椎和胸阔 人体的颈椎呢 一共有七节椎骨和六节椎间盘 我们的七节椎骨呢 分别叫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到第七颈椎 在这其中呢 第一和第二颈椎因为其解剖的特殊性 我们给了它特殊的命名 第一颈椎 环椎 Atlas 第二颈椎 疏椎 Axis 有关环椎 Atlas命名的由来呢 还要从希腊神话说起 在古希腊神话当中 Atlas是泰坦巨人族的首领 在长期与众神之王宙斯的战争中呢 最终失败了 于是宙斯惩罚他去承托大地 很辛苦的工作 宙斯双手承托起地球的这个形象呢 和我们的环椎承托我们的颅骨 如出一辙 那么由此 我们的环椎 Atlas的命名由此而来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颈椎的连接 我们的颈椎可以低头仰头 左右旋转 靠的是什么呢 靠的就是颈椎的衔接 那么最重要的衔接部分是我们的椎间盘 还包括什么呢 还包括钩椎关节 以及关节突关节 我们的颈椎能自如活动 依靠我们的颈椎连接 那么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 最容易发生损伤和蜕变的 恰恰也是我们颈椎的连接 那么我们以椎间盘为例 向大家展示一下颈椎的蜕变到底是怎么回事 随着时间的流转 老去的不光是我们的容颜 还有我们的椎间盘 我们的椎间盘在年轻的时候啊 就像一个刚蒸熟的包子 又白又胖 那随着年老呢 啪 变成一个馅饼了 大家来看我手里的这个模型 我们的椎间盘呢 是由中央的随和和外围的纤维环构成的 纤维环就像一个篱笔 保护着我们的椎间盘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呢 我们的椎间高度变成馅饼了 我使劲一捏 突 突出来了 这就是颈椎间盘突出的过程 这个突出不要紧 就有可能会压迫到周围的组织 那么颈椎周围有哪些重要的组织呢 我们来看 首先 颈椎椎体后方椎管内有我们的神经中枢脊随 在横突拱中穿行的有我们的椎动脉 在我们的椎体侧前方有附着的胶感神经结 以及从椎间孔虫发出的若干根颈神经 那么 这些重要组织都受到压迫之后 就会产生颈椎病 那么颈椎病呢 就是我们的颈椎连接 发生了蜕变 导致了颈椎周围毗邻结构受到了压迫 而这些重要结构都有功能 它受压之后 就会产生一系列的临床症状 这就是颈椎病 那么我们来看颈椎病都会有哪些类型呢 我们很自然根据突出的肩盘以及蜕变 压迫的颈椎皮鳞结构不同 将颈椎病分成了神经根型 脊髓型 胶感型和椎动脉型 在这其中呢 神经根型颈椎病 占到了各种分型的60%到70% 我们今天重点来介绍一下神经根型颈椎病 那么顾名思义 神经根型颈椎病呢 就是因为蜕变 压迫了神经根而产生一系列的症状 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将仅仅围绕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来进行 就是神经根 那么就让我们来认识一下颈椎的神经根 刚才提到了颈椎共有七节 但是我们的人体却发出了八对颈神经根 这是因为在我们的第一颈椎环椎和颅骨之间 发出了第一节颈神经 所以我们有八对颈神经 颈一和颈四共同构成了我们的颈葱 颈五到颈八构成了我们的臂葱 同时呢 臂葱还包括了第一节胸神经根 那么神经我们都知道 它是同时有感觉和运动功能支配的 我们来看一下神经根和椎间盘相对应的关系 大家来看我左手边这张图 我们以四五椎间盘为例 在第四和第五椎体之间存在的是四五椎间盘 而对应四五椎间盘的就是第五根颈神经 那么如果四五发生了椎间盘突出 就会压迫第五根颈神经 这是我们一会儿讲到的一个重要的解剖基础 大家先记一下 那么我刚才提到了颈一到颈四 它构成了颈葱 它支配什么呢 主要支配我们脖子这块 就是颈部的感觉和颈部肌肉的运动 它的分配呢 相对来讲比较模糊 因为我们脖子就这么大一块嘛 不是很好区分到底哪一个神经支配什么 而颈五到颈八呢 主要组成了臂葱 来支配我们上肢的感觉和运动 而且它有特定的支配区域 从发病的角度来讲 颈五到颈八的神经根 它的发病力就是说它受压的概率 要远远的高于颈四 颈一到颈四的神经根 因此我们今天重点来讲一下 颈五到颈八 这几根神经根的感觉和运动支配 我们依次来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感觉支配 我们的颈五神经根呢 支配我们的上臂外侧 我们的颈六神经根支配我们的拇指和虎口区域 我们的颈七神经根支配我们的中指和食指区域 而我们的颈八神经根支配我们的无名指和小指区域 听起来有点繁琐啊 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个手势记忆法 具体怎么记忆呢 大家一起跟我来比出手势啊 首先来比出一个手势六 大家跟我一起来 我们比出手势六 这时候呢我们收回我们的小指 剩下的是什么 就是拇指和虎口区域对不对 这就是颈六根支配的感觉区域 好我们再比出手势七 刚才已经用过了拇指对不对 我们把拇指收起来 剩下的是中指和食指 这就是颈七根对应的感觉区域 我们有五根手指 用过了拇指 中指 食指和中指 剩余的无名指和小指呢 就是颈八根对应的感觉区域 那么好 一共有四根神经根需要我们重点记忆 我们已经记住了六七八 剩下单独记一个颈五根支配上臂外侧 这样是不是可以方便同学们记忆呢 那么好 讲过了感觉 我们接下来来讲一下神经根对应的运动支配区域 说起运动呢 也有点繁琐 一一跟大家解释一下 颈五根对应的是三角肌和宫二头肌 它对应的是我们的肩关节外展和肘关节曲曲 颈六神经根呢 对应的是二头肌和腕身肌 所以它对应的动作是我们的肘关节曲曲和手腕伸展 颈七根呢 对应的是肱三头肌和腕曲级 它对应的是我们的肘关节伸直和腕关节的曲曲 而颈八根对应的是指曲级 它对应的是我们的握拳动作 也有点繁琐 拖学们不要着急 我同样为大家总结了一套专门的记忆方法 我称之为小苹果舞蹈记忆法 我先给大家跳一遍 怎么记啊 就是这样啊 你是我的小牙小苹果 不是很优美啊 但是有分解教学 怎么回事呢 台肩曲肘对应的是我们颈五根 台肩曲肘 而身腕对应的是我们的颈六根 伸肘对应的是我们的颈七根 我这个舞再跳一遍是这样的 你是我的小牙小苹果 颈五颈五颈六颈六颈七 这样是不是可以方便同学们记忆呢 那么好 我们了解过了 神经根是兼具感觉和运动功能的 那么我们的神经根型颈椎病呢 就是因为蜕变压迫到了神经根 那么它可能产生的症状 就应该是神经根所支配的 感觉异常和运动障碍 那么首先 我们先来看一下 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流行病学特点 这种疾病呢 在性别上 男性高发 所以呢 男同学们要注意了 然后从年龄上呢 三十岁到五十岁的中青年高发 虽然我们在座的都是祖国的花朵 但是离三十岁这个下限 也不太远了 诱因呢 长期服腕工作的人 总玩电脑 玩手机 玩游戏的人 还有一些颈椎轻微的外伤 都有可能会加重 随着年龄蜕变所导致的颈椎病 所以呢 同学们该注意的 还是要注意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颈椎 神经根型颈椎病 可能会有哪些症状 首先 当我们的神经根受到压迫之后 最先产生的是什么呢 是颜性刺激 所以这种颜性刺激会导致疼痛 这种疼痛呢 因为神经根走形的原因 所以往往表现为 颈 肩 上肢 向手的一种放射痛 pain 那么随着神经进一步的压迫 颜性刺激可能会转化为 信号传导通路的异常 那么这种时候呢 就会产生神经根型颈椎病的 第二个症状 感觉异常 而这种感觉异常 大部分病人表现的就是 颈尖到上肢的麻木感 那么随着神经的进一步受压迫 它会产生缺血 变性 甚至坏死 这个时候 翻展到中末期的神经根型颈椎病 就会表现为 上肢无力 和肌肉萎缩 无力 paralysis 肌肉萎缩 muscle atrophy 好 那么我们再帮同学们回顾一下 神经跟颈椎病典型的临床表现 疼痛 pain 感觉异常 parashezia 无力 paralysis 肌萎缩 muscle atrophy 为了方便同学们记忆呢 尤其是考试的时候 我也为大家总结了一个特殊的记忆方法 我们搜集一下这几个单词的首字母 三个p 一个m 我们小时候配戴那个mp3 考试的时候 大家想起来就可以了 一个m 三个p 这就是神经跟颈椎病的典型临床表现 mp3 那么好 我们了解了典型的症状 在我们临床工作当中 体格检查也同样重要 体格检查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法 检查出来患者的阳性体征 包括哪些呢 真次觉的减退 激励的下降 见反射的减弱 以及两种特殊的检查方法 椎间孔挤压实验和逼从牵拉实验 这一部分内容呢 我将会在临床实践当中 具体为大家解释 但是有关体格检查 想向同学们传达一个观念 什么关键呢 我们的神经根性颈椎病 病人往往表现为疼痛 麻木 很痛苦 而我们的体格检查 有可能会加重病的这种痛苦 所以呢 为了让病人少一些不适感 也表现我们的爱伤观念 我们在做体格检查的时候 最好是让病人症状相对较轻 或者是给予充分阵痛的情况下 再进行体格检查 那么好 我们讲完了临床表现 再回到我的邻居老张 来看一下老张的表现 和我们今天讲的疾病 符不符合呢 老张今年40岁 长期服按 符合一个高危因素 那么他的典型症状呢 是痛 颈尖部向右手拇指的放射痛 麻 右手拇指的麻木 无力 右手关节的区区无力 还是符合一个神经根性颈椎病的 那么刚才我们在介绍 颈神经根的时候知道 我们有八对颈神经根 到底是哪一个神经根 才是老张受压的那根神经根呢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本节课程的 又一个重点内容 定位诊断 什么叫定位诊断呢 就是通过病人特殊的感觉 和运动功能障碍 来推断出 到底是哪一个神经根 受到了压迫 那么同学们就倾其所学 但是这节课所学 来跟我一起 为老张定一定位 诊一诊断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我们来看老张是颈尖向拇指的疼痛 不要说出来 大家想一下是哪个神经根 它是拇指的麻木 我们想一想是哪一个神经根 它是曲肘的无力 我们想想是哪一个神经根 那么好 同学们是不是心里都有答案了 一起说出来吧 颈六的根对不对 非常正确 那么我们基本可以定位出来了 通过老张的症状 它应该是颈六根出了问题 那么细心的同学可能发现了一点 刚才我在讲课的时候提到 我们的公二头肌 可能同时被颈五和颈六根所支配 那么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 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相邻的神经根 它的支配区域往往是有交叉的 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介入影像学的检查 神经根性颈椎病的影像学检查 我们经常介入的手段有X线 CT 是图一黄圈区域的一个放大图 我们可以从X线 骨质的显影清楚地看到 有追尖细的变展 和追底后缘骨坠的形成 我们来看CT CT同样是一个骨显像的检查 我们同样可以看到 追尖细的变展 和追底后缘骨坠的形成 我们再来看核磁 为什么说核磁是最重要的检查呢 是因为核磁的原理 它是一种水成像 可以对软组织 特别是追尖盘有一个清晰的显影 我站到这边来为同学们指一下 图二同样是图一的黄圈区域的一个放大图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东西突出来了 这就是追尖盘突出了 好 我们讲完了影像学的检查 这个时候 我就让老张去做检查了 我们来看一下老张的核磁 到底是怎么样的 老张的核磁做完了 我们可以看到 在井五六之间 有一个追尖盘向后突出了 然后从横端面上 我们可以看到黄色箭头显示的 就是一个向右侧压迫神经根的 键盘突出 那么好 我们的今天课程讲到这儿 同学们是不是对我们这个 神经根性颈椎病 有一个思维逻辑了 这就是我们临床当中 给病人看病的逻辑 现在同学们跟我一样 不再是学生了 我们都是有专业知识背景的 一个骨科大夫 我们来了一个病人 叫老张 今年40岁 是一个作家 我们一条一条捋一捋 他的病是怎么回事 他的临床表现是 疼痛 麻木和无力 我们对他的这些症状 进行了综合的分析 抽丝剥茧 做了一个定位诊断 明确了 应该是井六根受到了压迫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又让他去做了 影像学的检查 进一步印证 就是一个井五六的键盘突出 想一下刚才 神经根和键盘 那个对应解剖关系 五六突出 正好就压迫井六根 所以呢 今天我的讲课顺序是这样的 这也是我作为一个临床大夫 想告诉同学们的 我们在接诊病人的时候 就应该是这么一个临床思维 那么好 老张讲到现在 他的疾病诊断 已经清楚明白了 就是一个神经根性颈椎病 责任间隙呢 就是井五六的键盘突出 那么老张的问题 基本得到了解决 我们的思考却不能停止 我们再回到老张的核词 老张的核词 刚才我们看到了 井五六之间 有一个锯盘向后突出了 但是细心的同学 仔细来看这张核词 它的井六七之间 同样有一个键盘向后突出了 那么 为什么老张的表现 都是一个井六根受压的表现 没有井七根受压的表现呢 大家好好想一想 就是有可能会这样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 临床上我们没有看到 病人有什么症状 而他做了一个核词 发现了井六七有锯盘突出 我们是否需要处理呢 这个问题 同学们可以作为 客下的一个思考 也和我探讨一下 对于这种 没有症状 只有一个影像学表现的情况 我们可以诊断为锯椎病吗 这个问题已经说出来了 大家作为一个客后的思考 那么好 老张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我们今天的课程 基本也快讲完了 为大家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讲过了什么 我们今天课程的重点内容 是神经根型颈椎病 由此我们把讲课的重点 落在神经根上 神经根当受到蜕变的压迫的时候 会产生一系列的症状 而神经根 它是兼具感觉和运动支配功能的 这些感觉和运动支配功能 在受到影响的时候 就会发生一些临床的症状 那么除了临床症状之外 我们的神经根型颈椎病 还要做一个归因的诊断 就是定位诊断 也是从感觉和运动出发 那么除了临床表现和定位诊断之外 病人的蜕变 也可以从影像学上反映出来 和我们的定位诊断 进行交互的印证 那么我们结合临床表现 结合定位诊断 结合影像学的表现 最终三者合其一 就能得出一个准确的 神经根型颈椎病 临床诊断 这也是我想为同学们灌输的 临床思维能力 那么好 今天的课程基本就这样了 为大家继续总结一下 今天的难点和重点 神经根的支配区域 临床表现 是定位诊断 是今天的重点和难点 也将是大家考试的重点内容 希望大家课后认真地复习 为大家留两个思考题 第一个就是 六七键盘突出 会有哪些症状呢 第二个就是让大家思考的 影像学有压迫 但是没有症状 我们能诊断颈椎病吗 另外一方面 有关颈椎病如何治疗的问题 是我们下节课的内容 希望大家课后进行预习 那么好 这是本节课程的参考书目 以及我的联系方式 在课程的最后呢 希望同学们 都有一个健康的颈椎 好 今天的课程结束 下课 谢谢大家